两个女孩可以同时选择一个男孩 到了晚上就可以进屋去交流 这也是女孩们最开心的时刻 在她们的习俗里是男不娶女不嫁的 一直是以共享的方式生活 女孩生的越多就会越受到欢迎 这里是菲律宾一个偏僻的原始部落 至今还保留着她们的原始生活习俗 由于她们居住的地方太过于偏僻 常年不与外界联系 加上部落里人数太少 也从不对外取家 共享的生活方式是因为以前人数太少 所以为了扩大部落就制定了 男不娶女不嫁的习俗 通过十几年的时间 现在部落里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为了更好的发展部落人数 还给每个男孩都搭建了一个小木屋 男孩也只需在里面等待即可 天黑后就会有女孩来木屋交流 由于女多男少的原因 多个女孩也可以同时选择一个木屋 不然女孩就根本无法安排出去 快到天黑时年轻的男女孩 就会举行一个特殊的仪式 来祈求得到老天的保佑 也是他们约会的一种方式 如果交流后对彼此都比较满意 就可以一直在一起生活 女孩也会割下自己的头发 做成手链送给男孩 这样就不会有其他的女孩来找的 直到女孩肚子有动静后才能离开 在这期间她们日夜都可以在一起 由于女孩选择木屋 就跟抽盲盒一样 所以不管多丑的女孩 都可以生一个小baby 由于男孩长期的输出 也会使自己承受不了 他们就需要去山上 寻找能够补充能量的食物 就跟平时你们多吃生蚝 韭菜和三宝一样 所以他们也是需要经常补充体力 才能够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壮 再还有就是枯树里面的这种高蛋白 这也是他们最喜欢的食物 其他的猎物野货 都比不上这种那么有营养 这次他们的运气也是格外好 收获的也是特别多 拿回来后就可以直接烤着来吃了 女孩看着他们吃也是格外的喜欢 只有他们补充好了才有力气干活 吃饱后就立马进入木屋去焦虑 女孩有了孩子后也是整个部落抚养 根本不用担心仇智 还有食物也是按人口来分配 虽然这里的生活条件比较差 但每个人都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或许这才是生活原本该有的样子 那么作为现代的你 喜欢生活在这样淳朴的原始部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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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